前一箱道場 駕駛躺在前座 人還暈眩 頭部受傷 消防人員小心翼翼 不敢隨便移動他 傷口太大了 先跟你處理 駕駛一點痛苦 但他開了計程車更撞上路邊的電線桿 猛力一撞 車頭凹陷 引擎蓋也變形了 裡頭的機械也全都露出來 車道場現場就立刻發現 車內有三名 連司機有三名傷患 他就立即跟他拯救 意外當時這名駕駛開著計程車 載著兩名乘客 直在半路身體突然不適 出現了暈眩症狀 車越開越偏 直接撞上路邊的電線桿 在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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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駕駛工程他日前有行證 一次因為這樣才會體力不知突然發生暈眩 送醫後身體仍然虛弱 而車上兩名乘客沒有答案 但突如其來的意外 讓車上三人立即禁魂 這是夏貴南投報導